现在我更进一步去了解这个关税的内容 就增加了一个情况 就我认为这是虚架 真的是虚架 美国早上25%的关税就已经加了 上次节目我们说过 假如说真的要加25%的关税的话 假如说美国真的这样说的话 那肯定是一个虚架 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不会加 那现在就加了 现在我更进一步去了解这个关税的内容 就增加了一个情况 就我认为这是虚架 真的是虚架 那为什么我坚持这个看法呢 主要是分开两方面 那第一方面首先我们看到了 这个关税是从5月10号开始算起 然后从那天开始那些船离开中国 就开始算那25%关税 而不是从5月10号到美国码头的都算25%关税 这中间区别在哪里 其实区别很大很大 因为从中国离开港口到美国的港口 中间的时间可长可短 那假如说是慢全 一半的全程的话 那是需要60到80天 我们把它算成是大概是七个礼拜 七个星期 假如说那个全程是快全的话 就也差不多需要四个礼拜 也就是说从5月10号开始 就算离开中国港口到美国那些货了 要最快也要四个礼拜四个星期 才会到美国的码头 然后到时候 假如说 那个关税的政策还没有任何改动的话 才会 那批货还会 才会被加征那25%的关税 那也就是说了 假如未来那四个星期 中美双方就再进行谈判 然后谈妥的话 然后美国要撤这个关税的话 整个事情是对于任何货物 可以说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所以我会说这是一个虚焦 然后现在的情况看来 从5月10号开始离开中国港口的货 才开始算的话 我估计这是很合理的一个猜测 基本上所有的货 从中国出口 5月10号都会选择 漫全去美国 也就是说 他们会选择花七个星期 然后才到达美国的港口 要变成那些货就不会这么快 到达美国的港口 被证的关税 所以现在来讲 最短时间是四个礼拜 最长时间可能七个礼拜以上 有这个空间可以让中美双方继续进行谈判 假如说能谈佛的话 可能就一下子撤销 撤销的话 那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东西 这中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有一句老话叫魔鬼藏在细节当中 表面上看来呢 就好像是已经加征关税 但实际上那些关税还没有加征 所以我会认为 其实这一次加征的25%的关税 跟上一次 3月1号说要加征关税 但是最后了 最后了 最后了就延长那个限期了 我觉得手法是很相似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就说我要加 我要加 我要加 到最后一刻就延长 这一次的也是这样 说5月10号码交价 结果呢 又从一些细节上面的改动了 然后把那个限期再推迟 四个星期到七个星期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 在美国那个股市 其实没有太大的 因为加关税产生一个 向下就下跌 下行的一个趋势出现 没有 就因为市场 市场永远都是比较聪明的人 你说到底哪一方面 会比较聪明一点 那肯定是美国市场那边的 那边的一个交易者 或者投资人 投资经理是比较聪明的 亚洲那边呢 就可能跌得 跌得比较狠 然后大家有一种恐慌 因为毕竟亚洲市场 不太了解美国的政策 因为距离还是比较远 然后呢 就中国方面 就加关税那天 据说新闻还是 没有太详细的报道出来 过了一两天才报复了 所以造成这种反应也是 我会认为也是合理的 然后这个是一方面的 然后第二方面 为什么我会认为 这个加征关税 是一个虚焦呢 因为假如说 我们从另外的一个 实力操作的一个方向去看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看到 中间会有一些茂逆的 那那个茂逆在哪里 就是在那个运输上面 那我们所看到就是 把那个加征关税 是从离开中国 开始算起 那我记得80年代了 就美国实行那个 就美国与世界的实行 那个GAT GNR GLEMENT TRAIN AND TARIN GATT 就那个什么贸易总协定 那时候就是一个配额的制度 然后有配额才可以进口美国 出口到美国 没有的话 然后就没法出口到美国 是如此 结果那时候就是 因为中国没有配额 然后香港有配额 结果出现什么事情了 出现什么情况就是 大陆固产的东西 会运到香港 然后香港就贴一个标签 然后就转口 运到美国 就可以直接进美国的市场 而不需要额外被加征关税 然后假如说 现在中国的厂家 也用这个法门 也用这个套路 先把货运到某个地方 例如越南 然后在越南呢 做一点点的加工 贴个标签 然后再出口到美国的话 其实可以完全的 完全避开这25%的百岁 那我们可以看到 贸易战是从去年2月份开始 到现在 就差不多是一年多 你不能说这个时间不长 然后这一段时间呢 是否有可能 就大部分的厂家 已经做了这种安排 那我认为 有这个可能性的 就其实我们可以看看 例如它这一次 加征关税了 是热用品啊 家具啊 电子产品啊 我们把它拆开 一个一个看 我们会发觉 你说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可以申请货免的 特朗普也做过的 电子产品可以申请货免 然后家具 你去 我们去一家家具看看 其实很多很多的家具 已经不是从中国生产 是从 东盟地区生产的 很多大陆的家具厂 都在东盟有工厂 其实可以透过东盟 运到美国那边 所以我们会看到了 第一季度 中国的出口了 去美国了 是稍微减少了 然后去欧洲了增加 但是增加的最多的是哪里 是东盟地区 东盟地区 然后 这个做法呢 其实 是很普遍的 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意义 或者不是什么 奇怪的一种做法 然后我们想得出的话 肯定有人正在做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假如说 美国再过几个月 例如再过两三个月 它那些进口的物价 没有上涨的话 那就代表那25%的半岁 到底是谁去承担 要不就是 中国的厂家承担 要不就是进口商 美国的进口商承担 要不就是美国的消费者承担 那假如说没有涨价的话 那代表什么 中国的厂家 肯定不会承担这个25% 因为他们的利润 出就厂家的利润不多 例如做一台手机 才1%到3% 毛利 1%到3%的利润 然后价具 基本上是 肯定是低于5% 哪里来25% 可以挤出来 用来叫那个金融半岁 但是物价也没涨 那就代表 那个关税 根本就没有加仗 使用了另外一个渠道 进美国市场 那这个事情 我们 这个情况到底会不会发生 其实 我会认为过一个月 过两个月 马上清楚 因为这个反应是非常明显的 今天我们先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 对了 就我们前两天 就我们收到一个姓卢的一个粉丝 给我们那个打赏 我想借这个机会了 感谢那个姓卢的粉丝 谢谢你的打赏 我们已经收到了 谢谢 小卢 大家对我所说的内容 有什么意见的话 欢迎留言 然后记得 按个键订阅 然后感觉内容可以的话 谢谢大家 请我喝一杯咖啡 谢谢打赏 再见 请不吝点赏